感谢您对Avif Tarot的支持与观赏 大众塔罗占卜不一定会符合所有人的状况 听取对应到你的讯息和建议 其他的就无需多加理会 我希望我的影片与解排对您是有帮助 有建设性的给您带来力量 而不是具有恶意或破坏性的哦 我会依据牌组实话实说 不希望提供虚假的希望或承诺 我能体谅与了解你的感受 不做任何批评或谴责 最后的决定在你 你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哦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Avif Tarot 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大众塔罗占卜 就是未来七到十天的一个讯息哦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未来七到十天有什么样子 值得期待或者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哦 那么今天我们这边有四组牌 我已经先洗过牌 然后抽好了各三张 就是爱情工作跟财运 然后我们会按照这个顺序来讲解 OK 好那么我们现在这里四组 然后时间轴会写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还有message的地方 然后直接时间轴上面也可以直接看到 好 废话就不多说 如果你现在需要 再多一点时间考虑一下 看看哪一个牌组是最 最有感应的话呢 你现在可以暂停影片 那我们就要从第一组开始咯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一号牌组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爱情运哦 爱情运这一张我们抽到的是这一张 6 of pentacles 逆位哦 然后工作是这张 judgment 嗯 不错哦 然后最后财令的话是5 of swords 好 未来下十天 爱情运的话抽到的是这一张6 of pentacles 有可能就是你们可能会觉得 嗯 呃 就是你 你的付出 跟你收到的一些回馈 其实是不成正比的哦 是不成正比的 呃 可能你付出的比较多 然后对方给你的回馈比较少 或者是 对方给你很多很多的付出 然后你会觉得好像 也许压力有点大 你没有办法给予相同的回馈 呃 给给他这样子哦 那所以呃 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话呢 未来七号十天呃 出现这个金币6 比较 不是出现那种互相喜欢的一个状况哦 就是呃 可能是你喜欢对方 对方不是就对你还好 或者是 对方很喜欢你 可是你就没feel的那种感觉哦 那呃 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么呃 如果是这个暧昧状态的话呢 也是就是两个人可能要再多沟通一下 可能有一种 嗯 就是付出跟 就是双方的付出是 比较没有在同一个level 所以可能有一方是觉得压力大一点点的哦 那么呃 稳定交往的话 可能就是这一周 也许是不是有一些金钱上面的一些 一些一些东西 可能需要好好的呃 讨论一下啦 OK 可能呃 支出啦 或者是这个呃 跟赚到的钱啦 可能就是可能花费太多啦 什么之类的哦 所以可能比较是这个上面的 我觉得倒不是什么感情上面 有一些问题 就是可能有一些呃 金钱上面的问题 可能需要好好的讨论一下 或处理一下哦 那么 如果你现在是这个正 就是分手锻炼的话呢 未来翘十天 呃 这一张牌出现的话 复合复联的几率也是 是比较低的 OK 好哦 那么呃 工作方面的话 我们这边抽到的是 judgment 正位哦 judgment出现的话 通常都是有一种 呃 因为他是审判嘛 他第一个有 有其中一个意思 就是有那种第二次的机会 然后我现在上传影片的时候 刚好是水腻的时候 所以其实第二次机会 蛮有可能的哦 那出现这一张的话 我也会觉得就是 你在呃 未来翘十天 在工作上面 或者是如果你是学生的话呢 记得要多double check OK 呃 就是不要太 着急的去 呃 做某一些事情 做事情啊 应该是这样 不要太着急去做事情 然后就是你 呃 要把东西交出去之前 再多加的一些 做一些审核啊 什么的 再多加的double check 再检查一次哦 确定东西都是ok的 都是没有问题的 再交出去 可能会比较好 那呃 这个的话 也有可能就是之前 呃 做的一些 比如说工作啊 或者是可能一些客户啦 会回来找你哦 可以有一个第二次的机会 呃 还有呢 呃 这一张牌出现了 这边刚好 我刚好就 低头就看到了 final examination 所以有可能 呃 如果是学生的话 可能会有 最后的这种 大考之类的 所以呃 出现这张牌的话 要不要 可能在未来翘10天 要好好的读书跟念书 我有可能会有考试哦 呃 考 就是那种大考 最后的考验 这样子 那么呃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找工作的话呢 这个有可能是之前 你以为已经没有系的 呃 工作A 回来找你哦 或者是这出现这张牌的话 我觉得未来翘10天 你要找到工作的机会 因为其实我觉得几率也是比较大的 OK 嗯 只要你就是你知道万事俱备 就是你把自己prepare好 准备的够 够 够 多 够 呃 够有自信的话 我觉得 呃 找到工作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呢 是这个财云的部分哦 那财云的部分呢 呃 出现的是这张保健 保健物哦 保健物通常就是有一种 刚刚在这边上面讲的的财 所以未来翘10天 其实不太建议去做一些投资啦 或者是去做 呃 我觉得会有支出哦 可能会有破财的可能性哦 那呃 尤其是 意气 就是那种 呃 生气啊 怒气啊 或者是跟人家就是那种有点 赌气啊 这种时候 呃 会 意气用事的时候 比较容易会破财哦 所以这个方面比较要注意 所以记得 呃 情绪的话要比较稳定一点哦 不要跟人家争一个面子啊 或争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就 就 最后就是你知道 赌气 说啊 那我出那就大不了 我怎么样 什么那一种 就是这种 这种可能有 比较容易会破财 那呃 如果要投资的话 出现这张牌 其实不太建议哦 呃 未来超时天去做一个投资的动作 好 这个就是给一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好 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我们的观赞 我们下一个影片 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二号牌组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哦 爱情运出现的是 哦 这张塔牌的逆位 OK 然后工作运是这一张 圣杯四的正位 以及 哎呀 也还好啦 毕竟还是是金币石哦 财运的部分金币石 但是是逆位的部分哦 好 那未来七到十天的话 我们先从爱情运开始讲哦 爱情运的话 出现的是这一张塔牌的逆位 代表 其实未来七到十天 感情上面 其实会有一些变化的产生哦 那 因为通常塔牌都是代表一个 比较剧烈的突然 突发状 突然的一种转变 跟 逼你要去面对一些事情啦 那塔牌的话 这个逆位有可能是 出现一些状况啊 或什么的 我们可能会有那种 嗯 鸵鸟心态不想面对哦 所以会有一点 呃 这个叫做就是 resisting change 呃 呃 不想要改变 想要维持现状的一个状态哦 那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呢 其实 我觉得这一张牌出现了 应该是说这一张牌出现 通常都代表改变 其实是有 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呃 反而是七到十 未来七到十天出现这张牌 让你们 有一点点心理准备 让你可以 我觉得他出现逆位的话 也是算是给你们一个 一个提前的 我们刚才说了 呃 就是一个小提醒哦 告诉你 哎 其实是有些变化会产生哦 那这个变化我觉得并不见得是不好的哦 因为你知道塔牌后面出现的那一张牌 其实是星星牌 星星牌就是一种美梦成真啊 或恢复平静啦 所以并没有 呃 就是当下出现变化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啊 你知道我们人嘛 就是有的时候会太习惯某一些某一些事情 但是呃 其实经历了以后 其实就觉得 其实也还好 就是这样 而且可以可以有些成长 可以有些变化 呃 可以不要一成不变 对吧 那所以这个呃 未来七到十天的话 感情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那就是给你们一个小小提醒 这个变化并不见得是不好的 但是就是可能比如说 呃 更进一层 更上一层楼也是一种变化 对吧 或者是说 想要改变现在的关系 我们退回朋友的样 朋友的交往方式啦 或者是 呃 我们不要走得这么快啦 就是会想要呃 出现在感情上面呃 做一些变动 那如果你不想要被动的 呃 被呃 呃 突如其来的一些变化 就是你知道 被打得有点措手不及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你也可以主动 如果你真的对某些现况 其实是不开心不满意的话 也建议可以好好的说出来 right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是那种 让你措手不及的感觉 反而是你可以去掌握 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对吧 好 那么 呃 呃 这张牌哦 呃 它这个其实是火星哦 可是其实塔牌 我一直都觉得还蛮天王星的感觉 所以呃天王星有时候是好的 就是它是呃 打破一些传统跟禁锢的一些东西 那火星这张牌的话呢 它毕竟还是是跟火星有连接 所以记得脾气要控制好 因为有可能 呃 呃 就是 你 比如说你去掌控一些变化 你去讲啊 或者是什么 呃 尽量要 情绪上面要比较稳一点 不要 不要被 被影响 OK 好 那么 呃 如果 这张牌出现的话 呃 那个 分手断练的群组 反而我觉得 呃 如果你们可以打破之前就有的一些呃 习惯啊 或者是一些什么 因为这张牌其实出现Tower牌嘛 就是它是有有新的可能性的意思啊 所以呃 我觉得并不是完全没有复合或复联的可能性 只是看你怎么样子去帮你自己创造机会 那呃 可能但是要完全打破之前的一些 呃 一样的手法啦 或者是什么 就是要非常的不一样 与众不同的那种感觉 OK 呃 所以我觉得是是有是有机会的 OK 是有机会的 呃 所以未来在七到十天 在工作上面 或者是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 我觉得有好的机会来临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反而是没有注意到 因为我们一直在幻想啊 或者是可能情绪还沉浸在一些某一些之前的一些东西上面 反而没有注意到一些机会的来临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呃给你们的小提醒 其实反而是呃 随时注意身边呃的就是机会都是在都在身边 就是看你有没有注意到 OK 看你有没有注意到 所以呃 我觉得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还有一个哦 圣杯四通常讲的是有时候我们会太梦幻了一点 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在想说 哦 哦 就是想象 我想象的机会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实际上的可能给你的机会 你会觉得 嗯 好像还好 好像没有很吸引人之类的 所以反而你会让那个机会给错 就是放掉或错失他 所以呃 这个部分也是要不要注意 就是实际上面的机会跟你想象的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但是是机会来的 OK 那所以呃 未来超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找工作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可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可能跟你想象有点不太一样 或者是说对方给你提出的条件跟你想的有点 嗯 没有那么的好或什么的 所以也许你会想要再等等看 想要放放掉他 但是其实是有机会可以找到工作的 只是看你要不要咯 所以最后的决定权其实是在 嗯 就是看影片的你们的手上哦 好 那么未来超十天的话 这个财运的部分出现的是金币石的逆位哦 金币石的话 其实我觉得 嗯 嗯 第一个哦 他他他逆位的话 有有一个可能性是说 有一些也是跟这个一样 有点 嗯 不可预测的一些变化跟改变 所以未来超十天如果你想要做一些 呃 投资的话 因为出现是毕竟还是是一个逆位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 比较不太适合去做一些投资哦 而如果你要做的投资的话 唯一一个我觉得最就是要走保险的路线 那是什么呢 就是把钱先存在银行里面之类的 先呃 就是领那个interest OK 先是领那种就是微薄的利息哦 等到时机比较好的时候 呃 再拿去把它做一个投资或管理 OK 那呃 未来超十天的话 金币石的逆位也是有可能会有 嗯 嗯 破财的可能性哦 但是这个破财的可能性比较可能是 嗯 第一个有可能是投资失利啦 OK 所以真的不太适合去做一些投资 然后还有一些 它有的时候是跟 嗯 它是比较大钱有关哦 所以有可能 嗯 比如说要报税啦 要缴税啦 像这个样子的东西哦 那我觉得如果你想要避免 嗯 就是破财的可能性的话 金币石讲的 其实它通常还是跟慈善也很有关系 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避免就是破财的可能性 你不如我们拿钱去做一点点好事 去捐一点点款啦 一点点也可以 这样你可以把你的这种有可能破财的可能性就化解掉了 也有可能也算是不错对不对 而且又可以帮助到人 我觉得挺好的 那这个就是给二号牌组的一个解排哦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好按赞我的频道还有我的影片 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如果你们选择的是三号牌组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桥十天的爱情工作还有财运哦 爱情运的话出现的是这一张 Night of Cups 圣杯骑士的逆位 然后工作的话是这张保健七的逆位 以及三张都是逆位 财运的话是这一张 Page of Wands的逆位 这是什么 权杖逝者的逆位 好哦 那么未来桥十天三号牌组 爱情爱情 爱情运的这一张牌出现的是 通常圣杯骑士出现的话 就是会有告白啦 心恋情啦 这种会有那种白马王子白雪公主的这种 这种爱情戏嘛 OK出现那逆位的时候呢 比较会出现的是一种 可能啦 比较出现第一个有可能是单恋的状态 就是可能 你喜欢的人没有那么喜欢你啦 或者是 你不喜欢的那个人很喜欢你啦 这一种 那 还有一些状态是 因为它是跟这个月亮嘛 情绪上面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影响 或者是情绪起伏 比较不稳定啦 或者是比较压抑啦 还有哦 这边也有讲说就是 嗯 圣杯骑士 逆位 可能是 就是比较是处于 呃 幻想 就是没有看清楚啦 OK 对方实际的样子 跟你想象他是那样子的 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 就是跟实际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出入啦 就是我们比较跟 我们把对方可能想的特别的好 或者是对方把我们想的特别的好 OK 然后结果我们有点符合不了那种期待跟期望啊 那嗯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呃 未来的七到十天呢 这也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这种personal boundary比较模糊哦 所以可能会让别人有一点占便宜的那一种 就是呃 嗯 就是一支的付出啦 或者一支的给予啦 而呃 对方反而有一点点就是 会嗯 呃 就是 如果是我们一支付出一支给予的话 对方反而就是会有一点占便宜 或者是我们 把对方的付出或占 呃 付出或给予当作是那一种 好像是应该的之类的 所以未来的七到十天这个呢 给你的 其实给小建议就是说 我们不要拿对方给的东西当作是应该的 我们要记得说谢谢啦 然后要给他们 呃 适当的一些回应啦 跟爱啦 对吧 那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这张牌出现的比较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可能是出现比较单面的状态 或者是呃 那种就是呃 出现的人不是你喜欢的 OK 那么嗯 如果是那个分手锻炼的状态的话呢 出现这张的那个复合复联的几率也是比较偏低的 OK 比较偏低的 嗯 稳定交往的话 其实我觉得倒是还好啦 就是可能你们要多沟通啦 可能你们呃 交流可能不太够哦 未来翘十天就是记得好好的交流 好好的跟对方说 真的我很感谢有你哦 那曖昧的话呢 嗯 可能我们因为曖昧比较是那种 在还是那种粉红泡泡是比较多的啦 所以有可能未来翘十天会出现一些跟你期待有点不太一样的事情哦 所以呃我们就不要把那个期待放的那么高 呃 lower一点点就好了 OK 这样子就不要不会那么的失望哦 好哦 那么未来七号十天工作上面的话我们出现的是这张保健器哦 保健器出现的话通常代表的是 不过这张牌哦 它是逆位哦 所以还不错哦 因为第一个 如果它是保健器如果逆位的话 有可能是退回到保健六的状态 保健六就是很平衡很平稳 没有没有没有纷争了 解决了对吧 那呃如果它是逆位 我们就是用完全反应的来来讲的话 它正位有的时候会讲欺骗欺瞒 诶 逆位就有可能是 你发现了欺骗跟欺瞒 所以不太会被欺骗跟欺瞒 就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那所以未来七到十天的话 反而这张牌在工作上面是好的 你会可能之前有一种你会被好像被欺骗了 欺瞒了 或者是你好像被硬硬逼着去做某些事情 现在对方可能第一个有点良心发现了 不敢不敢一直使唤你了 或者是说你们如果真的在工作 或者是在学校啊 就是如果还是学生这样子 你们有出现一些比较那种纷争纷扰的东西 吵架啦或者是什么 就是比较对方比较做的一些比较不好的事情 或什么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不错的解决 那或者是你就是选择远离他 离开他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其实还不错 那如果你现在是这个正在找工作的话呢 我觉得也是能够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纷争纷扰 或者是找到的工作可能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之类 就是不是找到 就是你去了那间公司interview以后发现 这间公司没有跟我想象的那么一样 反而就是可以找到比较符合你想要的一些那个想要的那样子的一个工作 OK 好那么我们最后来看的是这一张牌是财运的方面 财运方面的话出现的是这一张权杖适者的逆位 所以未来敲10天 其实也是不太适合做投资 OK 比较不太适合做投资 有可能会有一些阻碍啦 或者是有一些 就是太过于冲动去做某些事情 反而会有那种错误的决定之类的 所以未来敲10天 我觉得如果想要做投资的话 或者是管理财务什么 我觉得可以再多看一看 然后不要太冲动行事哦 因为本来正位的这个权杖适者也就是一个比较冲动的人了 就比较是那种 那逆位的话有可能就是更是那么冲动 没有没有没有想过想清楚这样 所以或者是未来敲10天 其实对财务的管理有一点兴趣缺缺 没有那么的积极努力哦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那如果你没有那么的积极 没有去做好很多的功课的话 就是去想要做投资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不建议去投资之前是自己没有做功课的 这样子就是好像有点危险哦 真的就变得有点像在赌博的感觉哦 所以如果你就是没有好好的做足功课的话 未来敲10天也不太适合去做一些投资的部分 那财会不会破财呢 我觉得倒是还好哦 我觉得倒是还好 就是你没有动力嘛 你就是可能甚至连想要出去花钱的那种活力 你都觉得还好没有很想 有点就是回来教育有点厌世的那种感觉 就是懒懒的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反而因为不想出去不想动 就比较 我觉得有的时候反而比较能够守财 因为像我就是每次就想说 哦好想去吃什么什么 但是就懒得出去 那就那就不要吃了 那就不要花钱 对不对 所以 所以破财的话 我觉得倒是还好哦 这一张 所以这个就是三号牌组的一个解牌哦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四号牌组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抽到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呢 爱情运是这张月亮的逆位哦 然后是这一张 工作方面是权杖八正位 棒棒的 然后权杖三财运的部分哦 爱情运的部分呢 我们抽到的就是这张月亮牌 月亮牌呢 讲的就是 未来七到十天 月亮通常是这种比较不清楚 不太确定的一个状态 那月亮的逆位 有可能比如说是往前一个 一个一张牌 是十七号牌的话 是星星牌 也就是说疗愈啦 一个人比较 当然他星星牌也有这种梦想成真啦 或什么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所以在某一些方面来看的话 也是还不错的 但是他 但也有可能是一种疗愈的能量 那么 逆位的话 我们也可以完全看反译的部分 反译的话 他这边就有可能 比如说不会那么的模糊不清了 已经变得就是比较清晰 比较清楚 看得清楚自己 到底要怎么样子去走啊 还有就是这种恐惧感会没有 因为月亮的话 通常也会有那种安全感的一些议题跟问题哦 所以这段话就是 找到自己的安全感了 不再恐惧一些事情了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些秘密被发现 OK 秘密被发现 所以未来 这个七到十天的话 有可能就是 找到发现了一些真相啦 可能有一些东西就不是那么的秘密啦 所以我觉得暧昧的群组 反而还不错 因为可能就不会有这种 暧昧模糊不清的状态哦 可能会比较清楚 比较清晰 然后 因为我们就要讲了 往回走 十七号 星星牌也有可能就是 好 星星牌是这样子哦 爱情里面有两种可能 一个真的就是梦想成真哦 变得很棒啊 很美满哦 但是因为它毕竟是一张水瓶座的牌哦 所以在爱情里面 也有可能是一种朋友的状态 就是退到朋友的状态 所以 两个极端 一个就是可能是朋友的状态 一个就是 模糊不清的状态没有了 我们现在禁忌 OK 禁忌 好 那么 这一张牌呢 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 有没有可能就是 脱单的可能性 我觉得 如果你之前有一些 比如说 不想要谈恋爱 比较害怕 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你现在更清楚 你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你更清楚 所以 有可能有一些人会选择 我就是 我喜欢单身的状态 但有一些呢 我已经 可以 比较好的疗愈自己 比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 所以我可以更清楚的 有一个方向 OK 去找 我想要的对象 比较积极一点 那么 最后 如果你现在是分手锻炼的群组的话呢 有没有复合复联的可能性 我觉得会有 可以看清楚 到底有没有 所以因为大众占卜的话 我就不 我觉得有可能啦 OK 几率是高的 但是 但是我还是要讲 他因为我们讲的是 变清楚 变清晰这个状态 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会更清楚的知道 OK 我们就是没有可能了 我们就 也许可以恢复到朋友的状态 但复合可能比较 几率就比较小了 这样子 那如果现在是稳定交往的话 我觉得这张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很开心啊 很 很 很 靠吗 很 这个 很有安全感啊 没有恐惧的这种 大家都非常清楚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 以及对方想要的东西什么 而且也能够沟通的清楚 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工作运的部分 工作运非常棒 因为抽到的是这张权杖八 那权杖八通常讲的就是我们刚才说 我不是刚刚啊 就是以前如果有看其他影片的话 通常讲的就是 非常快速的 这个权杖八通常都是可以 是有那种 可以非常清楚知道时间性 时效性 所以这是未来翘小时天 非常的快速会有一些 就是事情会进行的非常的快速 飞速的快 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 也是一样 可能你要推进什么东西 或者是什么project啊 或者是你想要做一些什么 或者是考试之类的 whatever 很多事情就会用飞速快速的方式进行 那所以如果是在工作上面的话 也是事情非常迅速快速的 可以推动啊 进行了 或者是如果是要结束的话 也是会非常快速的就是结束 所以所有的这种 挑战啦 困难的东西 这些东西可能是会被移除的 OK 这种阻挡跟阻碍的这个部分 那如果譬如说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 反而你是不想要这么快推进 你想要再想一想 在那个什么 就未来翘小时天 你也会被逼着 一定要进到下一个 下一个步骤 下一个阶段 OK 那通常的话 这个应该是好消息多一点啦 OK 是好的消息多一点 所以会有好消息啊 会什么这样子 OK 那么如果呢 你现在是正要找工作的话呢 出现了全帐八 也是你非常的快速 就能够找到工作 在未来七号十天 好消息哦 好 最后我们来看的是这张 这个什么 全帐三哦 那这个是财运的部分哦 财运部分全帐三 通常呢 这个非常有趣 我现在因为四个牌组都解完了 未来翘小时天都不适合投资 所以我只是在好奇市场是要发生什么事情吗 好哦 未来翘小时天呢 非常就是四号牌组 你们也是不适合去投资 所以基本上四个牌组都是不适合投资 这个第一个有可能是说 你想要进行的一些计划 就是财户啊 管理啊 什么这些的投资啊 等等 第一个有可能不现实 就没有办法执行 第二个呢 就是你想要看起来非常有前瞻性前景啊 就是好像还不错的一些投资项目或什么的话 未来翘小时天就可能发现 好像没有办法达成 没有办法执行 所以未来翘小时天呢 非常的不适合做这个投资的项目的部分 OK 或者是说你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你以为很有前瞻性 你以为你可以看到它的远景啊 的一些东西 其实并没有 所以就是这些东西 你想要投资的这些东西 未来其实目前还是有一点模糊不清的状态 就是了 OK 还不太确定 它到底它有什么样的计划 它到底未来走向是怎么样子 都是比较不太确定 跟有可能会有一些延迟哦 好 那如果破财的方面的话呢 未来七到十天 全杖三破财到 我觉得倒是还好啦 OK 只要不要出现宝剑啊 或什么逆位的金币牌啊 其实我觉得都还OK 这张牌就是我觉得 不要冲动行事就好 因为全杖通常就是一个 不要你叫活力啊 有冲动啊这种的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不要冲动的去行事 去冲动消费 或者是你会觉得 啊这个东西就是 我觉得我以后一定会需要 这个就是好像很好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你买了 然后结果就是会摆在家里面的那一种 所以就是只要不要 不要那种这样欺骗自己 说这个东西好像会很有用的话 其实我觉得 破财的可能性 倒是蛮就是也还好 不是很高 OK 所以这个就是给四号牌组的一个解牌哦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想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by bwd6